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鐘 那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第二節的稿談事件 今次一開始 我就有問題要問浩德 浩德上星期 我想投資界最擔心 或者今星期最擔心 其實是加息會否加得很多 或者聯儲局會議紀錄會否比較鷹派 結果真是很鷹派 我看你的C基金直播 你曾經都類似是 很滿意這個鮑威爾 又搬入門 之前就說 可能通脹不嚴重 加息不太多 突然又轉回 可能要加息打通脹是會長期 以及幅度比較大 你怎樣看聯儲局現在的策略 會否已經開始越來越混亂 或者是比起一些很錯誤 或者混亂的信息市場 令到大家投資 是否更加困難 我想其實不單止我個人對 聯儲局會霸威爾不滿 其實我想很多關心投資市場 金融市場的朋友 就是過去一段時間 看著聯儲局的言論 或者行動 其實都發覺有些混亂 由疫情開始舒緩 去年已經看到很多供應鏈 或者很多派完錢累積出來的 通脹的問題和壓力 一開始就完全沒有理會了 到一發博的收縮下才有少許厚之厚割 到最近期 如果大家看到 其實美股早兩個月突然有比較大的反彈 其實原因是因為聯儲局比較主導 開完上一次議席會議後 出來來說 例如加75點子 大家如果從歷史比較 是一個挺大幅度的調整 當時大家有些擔心 但他出來說這些是不尋常的 可能低一次半次 試圖安撫一下 之後 例如CPI沒有上進那麼高 可能市場上個月可能去到9點多 但實際上可能未去到那麼高 都是8點多 市場又好像很短視 但背後聯儲局在這件事上 那個說法其實有些搖擺不定 例如說有幾樣東西是大家 就算你不需要一個很專業的投資者 你一般的平民百姓 都是感受到通脹的壓力 但他每次你問他的時間 他都會逢你說看一些數據 永遠就是有點落後於形勢 之前又覺得因為要保住就業 保住勞動市場等等 通脹就不是他的首頁目標 剛好上個星期五在Jackson Ho 他又扔出來說 又跟你說 其實可能為了控制通脹就不惜代價 其實如果你真是這麼乖聽書 聽著聯儲局說 那就大件事 因為你每次去說完 都會翻轉頭 我想在現在的金融市場 已經是不太穩定的情況下 連作為央行說的東西 都是令人無所識錯過 大家有點不開心 我想說他出口術 他要壓通脹 要壓通脹的時候 當然要用很強硬的手段 才可以不用出真功夫 都達到目的 他現在就是希望 其實他是希望不用加這麼多知識 為了不加這麼多知識 他就要口術達舊 說我不顧一切 我為了壓抑通脹 會犧牲經濟 其實是不可能的 你看聯儲局這段時間的行為 很多時都是政治行先 考慮美國的需要 美國管治的需要 例如QE、減息 那時候都是為了疫情 為了解決民困 所以聯儲局要這樣做 到通脹出現 其實美國經濟未曾這麼鞏固 他都不是這麼想馬上加息 所以最好是臨時的 很快過去的先移住你 到真是很明顯 去到差不多近雙位數字 你要出手 如果照計 出很多次手都未按得低 所以他就要出口術 以事決心 我一直加下去 最好你們自己開始作調整 當然實際物價可能未必調整很多 尤其現貨價 但期貨市場 知道聯儲局會加息 會加很久 期貨價錢 商品價格就會下跌 這些都是對壓抑通脹有好處 所以我相信它是出口術 但是到真是影響美國的經濟增長的時候 他不需要理會 他都要理會 所以有些人說法 現在很硬 到美國經濟 有問題的時候 你第一季第二季都是負增長 第三季又負增長 他都要考慮一下 是否要減盲加息 先生你認為出口術是成本最低的干預方法 你認為會否說一說 變真搞不定是要大幅交流 我個人對聯儲局控制通脹的能力 其實有點質疑 如果我純粹是看他的往職做人 過去這年半其實他判斷通脹的走勢 判斷經濟的走勢 當然現在世界比以往複雜 但實際上他們做出來 表現得出 其實沒有以往那麼有說服力 不過今次我也同意施生這樣說 可能都是出口術 因為可能有一個 除了所謂免過浸 免過浸就是要出進經濟 要控制通脹 但可能背後都有一個政治的考慮 就是中期選舉 現在可能要主動對應一下通脹 至少做了事 剛才施生說 白威爾也特別提過 其實就是 美國的人 或者社會對通脹的預期 對於整體的通脹 都是一個很重要元素 我們索羅斯說 這個叫做 如果有人覺得通脹厲害 反身性 對 改變了人形狀態 可能會自分辨 你出了一些口術後 控制一下 可能也會有具體幫助 現在我想 如果從時間性看 現在九月 又中期選舉 可能也是有些壓外因素 九月加1.75的機會是很大的 上次他不是這樣說 上次他覺得很低 正正因為上次他覺得很低 大家跟著他就放心 現在他突然有些 比較明顯的大的轉向 但是作為基金 或者你的同行 或者你身邊的基金經理 或者你自己 會否真的擔心他禮真 還是減持美股穩陣一點 其實我今年也是聽施先生說 對美股也是有些戒心 因為通脹和經濟壓力 我覺得兩邊都是存在的 這也是客觀的 也不是聯儲局說 去想怎樣就怎樣 這不是一個美國單一的問題 是全球都要面對的 過去疫情底下 無論你因為貨幣政策支持了 要被迫要收水 然後突然政治可以差 然後大部分經濟體 其實經濟動力可以差 上個星期都說過歐洲等等 其實全世界都要面對問題 雖然金融把握權 或者美國的軟實力比較強 但他都不是什麼事都沒有 而且他經歷了一個超級大牛市 其實理論上金融市場壓力也挺大 或者樓市的壓力也挺大 當然過去這麼多年 大家發覺人能指令 將所有問題都解決 但今次沒有例外 暫時聯儲局 似乎說服力比以往弱了 所以美國問題也有時間搞 大家也要小心點 說回香港 師先生近來你又成為了話題 因為在網上媒體上 今個星期都有兩篇關於你的類似新聞 第一個就是 中原請一些比較便宜 或者用低薪請一些兼職的經紀 第二就是 出了一篇疑似你出的出數文章 或者叫做訊息 會不會是真正假 第二就是會不會是樓市比較差 令到行業很多問題出現了 應該是市道比較差 交頭少 我們這一行就難做很多 上半年我們有些行家上市 你看到 之前都發過刑警 現在正式公佈 他都虧了兩億多 我們香港沒有虧這麼多 但是內地虧得更厲害 因為我們內地規模大很多 香港我們今年應該是第一季虧 第二季賺少少 不過就蓋不到第一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評估接下來的市場 咬腰彈上去的機會就 變成了市場的規模 萎縮了差不多交頭量 我相信有三、四成 是很正常的 我們之前做得好 賺的時候 我們要十多個百分 你跌了三、四成的生意 就日浴了 變成市場的交頭量 支持不到我們公司現有的規模 做一些調整是很正常的 一個最好當然是 店舖和業主選一下租 人工方面 你看到我們說 請三千 請兼職 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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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因為我們公司沒有下單 選擇做兼職 我們現在的同事 我相信九成多都是全職 可能有一群同事 吃白果 很久沒有開單 你究竟動它呢 銷售很現實 你沒有掃膠 你一個月兩個月沒有問題 一季兩季 整年都未交過張單 可能會給壓力 你不如轉兼職 但是就不是我們的制度 說員工會轉兼職 員工大部分都是全職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折留的方法 另外一個你說 出數 出數行業都經常出數 不過這次就有封信傳出去 基本上我是看著第一季和第二季的熱跡 史戰和行家的對比 如果出現一些走下坡 寫封信提醒一下 師生過去都有這樣做 不只發一封 不過那封傳給他 我發了十幾封 所以這些都是正常的商業行動 正常的 所有銷售市 部門都出數 不過很少我出數 師生 似乎問題都是樓市交投萎縮 競爭對手已經估計 可能會跌8%左右 你會否有近來對香港樓市 一些新的資訊下 可能估計到年底甚至明年 你認為樓市走勢會如何 我自己認為大部分市場出來的消息都是不利的 例如政治緊張 疫情反覆 另外美國又加息 去全球化之後 整個世界經濟效益都降低 都是對地產不利的 所以向下調整是正常的 不過我認為調整的急速度不會太大 因為現在香港沒有什麼投資者 沒有什麼投機者 投資投機都有辣椒打他 所以已經很久沒有投機者 投機者是走的時候會不利價錢 不利價錢很急速 用家他自己住在那裏 價錢不好就住久一點 不會跌得那麼急 所以你看這段時間 其實在高位徘徊了很久 市場是否沒有好消息 有些事情會出現好消息 我自己認為疫情整體來說 一定是接下來會緩和 是他變種造成的 政策只會根據實際情況而去調整 所以我認為在今年會看到通關 所以施生對樓市都是看淡 但不是悲觀 不能悲觀 譬如我剛才說 二十大開完之後 很多政策都會明朗一些 也會有些政策出來顯示新的領導層 有辦法控制局面 最後一個問題問號是 觀眾有疑問 股神就沽比亞迪 你怎樣看這件事 可能很簡短 應該跟股神一起沽 還是可以罵底 第一件事就是 股神持有很多港股的 比亞迪一二一日 差不多持有港股 差不多兩成左右 其實持有很多年了 他的成本價是幾元 現在二百多元 現在二百多元 所以他賺了很多錢 當然第一件事大家理解就是 北菲特喜歡長期投資 不過似乎 他對於美國股票 長期投資的偏好高些 中國特洛買過兩次股票 上一次是石油股 今次是汽車股 兩隻都是無法駕到永遠 但都十連八載 這件事其實都不是今個禮拜日才知道 因為他早一段時間 轉了倉後 其實市場開始關注 大家會留意 第一就是 他怎樣去沽 去採賭股票 是否都沽了 之前大家猜渡 因為他有這麼多股票 可能未被市場上購買 就可能做一個儲存 結果其實市場上購買 但如果你看回 這個禮拜先有個資訊 但你見他其實都賣得比較慢 因為他拿著幾億股 但其實他第一日沽 沽了百多萬股 當日應該是八月二十四日 八月二十四日 當日港股的比亞迪 應該有千多萬成交 他都看著成交來沽 當然有些人說 為何三百多元不沽二百多元才沽 但當然他的決定 可能周期比我們一般人 是位置長的 但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他賺了錢 他要沽 其實很合理 因為他也是一個 順利的財務投資者 而第二 我自己覺得 如果長期的投資者 可以看回 股東的變動當然是一件事 正如孫正義可以沽 阿里巴巴或南非的股東 可以沽騰訊 但如果你真的用了投資角度 都是看回公司 其實做成怎樣 我自己說 其實比亞迪經營了這麼多年 其實今年已經算是最好 股東還要突破 無論他按照汽車的消售能 第一、二季上半年 中國賣車都不太差 當然現在經濟有下力 所謂消費降級 但他的市場佔率也是高 而且大家之前最擔心 好像只是交到大數 但盈利又無法增加 其實你剛才看到他出現的業績 大家一直罵他的負面因素 即交到數字 利潤不足 其實這件事好像在迫落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中長期的投資者 真正在看公司 其實現在其實不太差 但當然短線 股票只是供求 只是多人沽 尤其是現在港股 整體資金不足 有人沽、沒有人買 我最簡單 看今日的成交 港股由於這個消息 1211 港股比亞迪比較跌 但A股由於資金高 其實A股比亞迪沒有跌 我想資本市場 就是短線反應 大家的投資者情緒多於公司 我覺得公司層面不算太差 公司層面不太差 不過潛作的股額都短期仍然有 大家要注意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記住如果喜歡我們股壇事件 like、share、留言 和訂閱我們財經730的頻道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 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 讚 那麼 後面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